你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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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京城西郊可真热闹啊 那还用说 比怀州强多了 那你那开制衣铺的舅舅 能收留他们吗 哪能能收留我们的 元香 你舅舅的制衣铺有多大 在我小的时候 有两个门没那么大了吧 现在应该至少有 咔咔咔三个门越那么大了 那收留咱们肯定不是问题了吧 肯定没问题的 我去前面看一下路啊 你们等着啊 这边 这边 看看 看看 元香 你确定你们要走错试这儿吗 我感觉好像是这条街 是 就是这儿 不是 这就是你舅舅的制衣铺 你不是说特别大的吗 我 我小时候 记得有这么大呀 难道说我找错地方了 先进去看看吧 嗯 小心 你是谁啊 舅妈 啊 小姑娘你 什么人亲家您 舅妈我是元香啊 小时候您见过我 还抱过我呢 元香 抱过你 我是元香啊 舅舅呢 小姑娘你怎么乱闯啊 舅舅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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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我记得上次见你 还是我姐姐刚去世的时候 这一转眼你长成大姑娘了 你来找舅舅干什么 我是来投奔您的 来 来 投奔我 对了 他们俩都是我的好朋友 她叫霓裳 她叫成天 我们仨都是来投奔您的 舅舅舅妈好 舅舅舅妈好 好 好 可是我这个裁缝铺太小了 我确实不需要人手啊 舅舅 我们会织绣还有制衣 我们还能帮您招揽生意呢 我可以帮您看家护院 对 还有洗衣做饭 舅舅 你就留下我们吧 那 那既然这样就都留下 太好了 这个家你做出我做出的 你是做好人了 这么小一间铺子 我们自己都快吃不饱了 他们留下了 吃什么喝什么 你让所有人跟着你喝西北风啊 我们不能把你们留下 原浅 原浅 不是舅妈心狠 你看我们这间小铺子 我们也是无能为力 你们去找找别的路子吧 舅妈 你求求你了 你就留下我们吧 舅舅 您说句话呀 我说句话呀 原浅 真不是舅舅狠心 你也看见了 舅舅家就这个光景 要不这样 夫人 你看 原浅毕竟是我亲姐姐的血脉 咱们俩又膝下无子 要不 好吧 原浅留下 他们得走 那不行 我们仨说好要相依为命的 原浅 既然舅舅舅妈肯收留你 你就留下吧 我跟承天再想想办法 不行 要留一起留 要走一起走 原浅 原浅 你从小无父无母 夫人 吃了许多苦 夫人 夫人 现在 他们毕竟是三个孩子 大佬远来头奔赞 你把他们赶走了 他们能去哪儿啊 我跟承天不能拖累你了 你就留下来 我们找到落脚的地方就来找你 我 我不让你们走 原浅 原浅 你听话 行了 都留下吧 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啊 我这可不留什么贵公子 傅小姐的 要想留下 就得干活 干多少活 吃多少饭 要是谁敢偷懒 统统滚出去 一个不留 谢谢舅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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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洗衣服你 真命夫人 承天 你倒水 舅舅 舅舅 别让开啊 我来我来 您歇上去吧 我来我来 好好好 我们大喜就行 你满点 盛大爷 今天手续如何 还问呢 连吃饭的钱都输光了 还欠了老宝的三十两 那左相 再跟老宝借三十两 借来了 好饭碗 滚一边去 对呀 我怎么忘了 还供着个财神爷呢 好些日子没去探望 二老爷 二老爷 何事如此慌张 那个温婶又来了 这才几日的功夫 而且他一次比一次胃口大 这是胃不保的狼啊 二老爷 张芳说 咱们这仗都快做不平了 得想想办法呀 先让张芳支了银子给他 打发走再说 可他只说要听见了 他说我病了 不见 二叔 肖管家 大少爷 二叔 何事啊 文宇 账房里来的那个人 到底是什么来路啊 看起来鬼鬼祟祟的 不像正经人 那是账房的院房亲戚 不用管他 亲戚 文宇啊 这文秀已来数日 住得还习惯 哦 应该还好 这小姑娘 离开父母多年 你作为兄长 该多多关照才是 他们家在淮州 可是首屈一指的 织造大户 更是咱们家 最重要的供货商 你千不可怠骂 二叔教训的事 是指而疏忽了 南门的账可收齐了 已经收齐了 那就好 下次 对待那些人 千万不要富人之仁 咱们家是做生意的 可不是做慈善 侄儿记住了 你出去吧 嗯 文宇哥哥 我正要去找你呢 妹妹这么晚了 还没休息啊 昨日你答应说来找我的 为何不来啊 昨日 想来是事情多 给忘了 原来你根本就没有 把人家放在心上 亏我还熬了好几夜 画了好几个新的 成衣图样 想给文宇哥哥看呢 这些事情呢 你找我阿淑商量便是 不用等我 可是我就是想第一个 给文宇哥哥看嘛 你多给我一些建议 我也好修改啊 也好 不过今日天色异晚 改日再聊 文宇哥哥 木头 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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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去吧 他不用 张天 你不劲儿挺大的吗 你干什么 这边我来吧 你们俩去铺子里弄 你一个人不行 对啊 我来 你去 你去 去去去 那你有事叫我吗 好好好 走 不不不 这我得网总放 到那边放不下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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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学我啊 你学我 小猛 怎么办 怎么样 小猛 人呢 快 两位大爷 有什么需要吗 你装什么糊涂呢 这是什么日子 你不会忘了吧 没忘 没忘 只是小店今日未曾开张 我不管你开没开张 只要开门 这利钱就得照交 拿了 大爷 您就是杀了我 我也拿不出钱来 不如 两位高抬贵手 饶了小店吧 行不行 我撒你的店 大爷 干什么呀 成天 周妈 周妈 连饭都吃不起了 还养了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 小妹妹 叫你哥哥有何贵干呢 妈呢 小妹妹 别 别过来啊 别 别过来啊 别 别过来啊 练过 你这小子欠打是吧 住手 银子在这儿 有银子啊 有银子呀 早说吧你看这 那这个银子 抵得上一年的利钱了 差不多 行 银子可以给你们 但你们得立个字举 一年之内 不得再来骚扰我们 否则 就算你们砸了这个店 也得不到半点好处 行 看在小姑娘果断的份上 写就写 走 你们俩说话算话 好 霓裳 那可是我们所有的银子啊 霓裳 都怪舅舅没本事啊 让你们几个孩子替我解围 这 真是惭愧啊 是啊 害你们也没了银子 这以后要是有个什么 应急的事 可怎么办呀 这有什么呀 我们既然来到了这儿 就在这儿落地生根了 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 也没什么好仇的 舅舅舅妈 你们不知道 只要她认定了呀 就没有干不成的 你说是吧 霓裳 我都不了解我自己 你倒是挺了解啊 开心啊 如花似玉的大姑娘 晓芸姐姐 你不知道 我们这几日在淮州城了 那真的是 好了 你都说了三天三夜了 我耳朵都起茧子了 对了 我前问你啊 王爷的那个玉佩去哪儿了 我怎么找都找不着 那玉佩啊 早为咱王爷当定情信物送别人了 那岂不是我们很快就有王妃了 也不好说 说不准 那姑娘吧 对咱王爷没有太大的意思 我猜的话应该 王爷 我 我 我什么都没说 我 我就跟晓芸姐姐聊聊天 我们又在这儿胡说八道什么呢 是不是我平日里 对你们还是太过仁慈宽厚了 王爷 您坐 您坐 王爷 您要是再不动筷子 这些饭菜就要凉了 要不给您拿回屋里去吧 不必了 我只是有些没胃口 王爷 您怕是还在想霓裳姑娘吧 不过也是 本就无父无母 这下云锦庄走水 他就更不知道去哪儿了 来 干吗 干吗 你跟我说说 那个霓裳姑娘是怎么回事啊 她是干什么的 长得漂亮吗 王爷喜欢她什么呀 你还好意思啊 你刚才不是整我吗 你自己问王爷去 要不然他又该揍我了 我不是好不好看的 我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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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大家都仔细点啊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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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我的小姐 您怎么用好的染糖来了 这要是让王爷知道了 那不得骂死我呀 没事的 刘管家 小姐 慢点 我来帮你们 小姐 疯癌 猫痴 你警察 靓儿 我量uez 您而找人 你着急吗 我给我打理线的 为了我 你感觉妈帮你 啊 来 教花教花 就知道教花 你怎么不去招来生意啊 换到当饭去啊 真是发死了 你们几个跑哪儿去了 中午吃饭也不见你们回来 不怕你们救妈骂你们 教教 您猜我们上哪儿呢 对 您猜 懒得猜 你们能上哪儿 玩儿去了呗 我们去招揽生意去了 招揽生意啊 这就您看 我们将店铺的方位啊 画在了纸上 然后贴满在京城的大街小巷 到时候 谁要来做衣裳 就不说找不到我们了呀 傻丫头 这京城里的裁缝铺 没有上千家 也得有几百家吧 你贴这个有什么用呢 谁会把咱们这个小破店 看在眼里呀 正因为是小店 地处偏僻 利润微薄 唯一能与别家比的呀 就只有价钱 对了 教教 您来您来您来 我来了 走走走走走走 我画了几款衣裳的图样 凡是指定做这几款的 只收成本价 都收成本价 那怎么行呢 虽说这几款只收成本价 若客人觉得我们的做工好 就不愁没有回头客 做生意 品质才是立足之根本 而且我想 除了衣裳收成本价之外 我们还提供为客人免费 上门两体裁衣 免费上门翻新旧衣裳 免费送衣裳 行了 姑娘 照你这么说 咱什么都不要钱 那我不是白给别人做工了 这肯定不行 舅舅舅 舅舅舅舅 别急 我还没说完呢 能叫我们上门做衣裳的 一般都是殷实人家 既是殷实人家 怎会图那点便宜 再说了 只要我们手艺好 录得了他们的眼 以后还成没有回头客吗 我们三个皆是来自淮州的云锦庄 所以我们更不能丢了云锦庄的声誉 跟师父的脸面 我有信心 三月之内定能让方氏之衣铺 脱胎换骨 文映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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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想你收藏了一方丝卷 我找了你半个 你都去哪儿了 去各商会查了查账 文映妹妹若是没事 我先回方歇息了 等等 文映哥哥 我有东西要送给你 文映中见你收藏了一方丝卷 可是那方丝卷已经很旧了 我就给你绣了一个新的 温宜哥哥你是否喜欢 谁让你偷看我东西的 谁让你碰到的 你以为你是谁啊 姑娘 姑娘 方氏织衣服看一下 好好好 方氏织衣服看一下 走走走 爹 没钱还买什么衣裳 你也不看看 那可是什么地方 去去 别堵门口当我们做生意 你 你勾眼看人家 女儿 咱们走 可是爹 我的嫁衣怎么办 跳了大半年 就那套衣裳是最喜欢的 可是 爹的银子不够啊 女儿的终身大事 衣裳只有一次 想穿着自己喜欢的衣裳出嫁 要不要 那爹再想想办法 走吧 走 大叔再说 小女子有个建议 不知你们愿不愿意听 姑娘 你有话就直说啊 令爱喜欢的那套衣裳 我若能做出一模一样的 可价钱只是它们的三成 你们可愿意将价衣交给我来做 姑娘 你是何人 我们凭什么相信你啊 我是西郊方氏之一铺的 你们若是不相信我 可以跟着我去铺子里看看 一看便知 请 跟我来 来 到了 这个 就是姑娘家的纸衣铺啊 正是 老夫虽不富有 但是西夏只有这么一个女儿 爱若珍珠啊 辛辛苦苦攒下这些银两 就是不想太过于委屈了她 谢谢姑娘一番好意 老夫就心灵了 至于嫁衣 就不劳烦姑娘你了 大叔 请慢 我知道 二位不相信如此寒酸的小店 能做出令二位满意的嫁衣来 这样吧 我不收地银 只需留下姑娘的身粮尺寸 待嫁衣做好之后 二位满意再付银子如何 那我们不满意呢 如不满意 分文不娶 你们就知道帮着她说话 好像她无所不能似的 好像她无所不能似的 这么能干 我这小庙容不下你们这尊大佛 你们还是另谋高就吧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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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息怒 夫人息怒 来 坐下 坐下 夫人 这怎么就另谋高就了呢 这都是气话 都是气话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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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口水 先要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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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开 你们几个孩子记住啊 在这个家 永远是舅妈说了算 当然了啊 舅妈脾气有点急 但是也是刀子嘴豆腐心 话说重了 你们也别太在意 别太在意 夫人 你看 这几个孩子自从来到咱们家 也是尽心尽力了 夫人 夫人这些都是看在眼里的 夫人这些都是看在眼里的 啊 舅舅 舅妈的心思我也明白 她是为了店里的生意着想 也是为我着急 怕我夸下海口 丢了自己的面子 舅妈 我擅自做主虽是鲁莽 但是我相信那对妇女也是成性之人 如果我的衣裳真的能令她们满意 她们也不会不付银子的 再者说 咱们店里的生意一直这么萧条 若是再不想想办法 恐怕真的成不了几日了 咱们与其坐以待毙 不如背水一战 您觉得呢 那个 夫人啊 你看这几个孩子 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而且他们确实是为了 咱们这个店铺着想 要不 当这几个孩子的面 夫人给我一个面子 这个事让我做主 霓裳啊 霓裳啊 那既然这样 那这样这个事就 按照你说的 大胆地去做吧 对 霓裳 我们别人相信你 舅妈 就算是亏了 我还有那么两件提己的物件 大不了到时候拿出来贴补就好了 舅妈 您就答应了吧 舅妈 您就答应吧 舅妈 行了 行了 你们四个对付我一个 我哪儿斗得过 随你们便吧 谢谢舅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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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舅舅 你们好好干啊 夫人 夫人 谢谢舅妈 谢谢舅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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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舅舅舅 绝对配得上您的身份哪 分才是 上身为立体刺绣 外加流苏领维的短绿 珍珠做扣 外照孔雀绣云金鹰落霞配 下配月华锦长裙 买不起 客气这么久 这件价衣可是我们店里的镇店之宝啊 都像你这么白事 我们还做不做生意呢 谁规定了市川就一定要买衣裳的 就是啊 就是啊 凭什么 姑娘 既然买不起 那还瞎是什么呀 我们开店又不是为了让人白事的 走 送去 小管家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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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少爷 就一点小事已经解决了 好 安静吧 干嘛吧 你忙起来又不吃饭 再怎么着也得把饭吃了呀 谢谢你啊 我待会儿吃 霓裳 咱们用的毕竟是边角碎料 你真的有把握 做得跟苏氏绸布庄那套嫁衣一模一样吗 他们用的可是上好的绸缎和辅料啊 一模一样自然不能 苏氏那套嫁衣上如下裙 颜色渲染极为讲究 而且还以珍珠跟金箔加以装饰 一般只有大户人家才买得起 那对妇女既要嫁衣 华丽好看 又想在礼数上不能语举 我想一眼之下移甲乱真 但求能蒙混过那些亲友的眼睛 便也算是成功了 如何移甲乱真法 咱们的成本可实在是不够啊 办法总是人想出来的 比如用贝壳 我得再想想 那你记着 把这俩窝头吃了啊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 文秀好歹也是咱们家的客人 被你寒颤的鼻子不是鼻子 眼睛不是眼睛的 有你这么待客的吗 是侄儿莽撞了 侄儿这就去给文秀妹妹赔不是 赔不是倒不必 她乱动你的东西自然说的 多过话要说回来 颜姑娘对你的心思 连我这个叔叔都看得出来 你怎么就装糊涂呢 侄儿只想跟二叔学习做生意 别的事情暂时不做考虑 虽然男儿应该以事业为重 但是先成家再离业也未尝不可 这颜家在江南有名望有实力 我们苏家还有很多要仰仗他家之处 当年你爹起家时 这颜家也帮了不少的忙 当时两家就给你们指负为婚 因此这其中的缘由不用我多说 想必你也明白吧 是你害的我吗 玩笑 玩笑 是你害的我吗 是你害的我吗 是你害的我 丫岸 丫岸 丫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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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怎么了 慢点儿 我没事 你是 表小姐 二老爷吩咐了 从今日起就由帝儿伺候表小姐 表小姐有任何事 尽管是环帝儿 尽管是环帝儿 告诉二叔 烧信给我爹 让他们派人把我接回去吧 表小姐 表小姐 这是为何啊 省得在这儿惹人烦 表小姐 我家大少爷脾气不好 性子也急 您别和他计较 好 那个咸菜你多装一点啊 原香爱吃那个 今天我就妈早 早早早早 快吃饭 今儿吃啥呀 有啥吃啥 把饭拿去 怎么救你们俩呀 霓裳呢 我去叫她去 霓裳忙了一晚上 天亮才睡一下 别就吵着你坐下吃 天亮才睡 这孩子不能为了一桩生意 把身体熬坏了呀 来 我先给她盛一碗 给她上去吧 我去吧 我去吧 再给她拿两窝窝头 谢谢舅妈 这谁 我的天哪 你这孩子睡觉还一惊一乍的 舅妈 我知道有什么代替珍珠了 什么 什么珍珠 我先去啦 你去哪儿啊 一日不见 怎么还拉着个凉 听说妹妹病了 可好些了 原来你还有心思关心我 我还以为 那日你发了脾气 就再也不会李文秀了呢 那日是我太冲动 让妹妹生气了 你不要跟我一般见识才好 我当然不会跟你一般见识了 毕竟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嘛 妹妹如此说 那更是我的罪过喽 好 我真的不生气了 不过温宇哥哥 你得告诉我 那封私隽的主人 到底是谁啊 难道是 你的意中人 妹妹说笑了 并不此人 当真 我正要去街上 妹妹想吃什么 我给你买回来 我什么都不要吃 我就是想知道 那封私隽的主人 文宇哥哥 文宇哥哥 别忙活了 来吃点东西吧 行行行 吃东西啊 忙一下 忙一下 喝点 喝点粥 这个 我想吃这个 吃这个 这有筷子 有筷子 真好香 好可爱 这有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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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硬的 你没事 你给我拿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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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行行行 你看是这俩在一起好看还是这俩 没有没有没有 这不好看这不好看 这给你这给你 你从那个帮我拿碳笔 这个还是这个 对 好 这样 我给你放着啊 还不见 不让你看得见吗 来来来 看 你看见了吗 好 好 谢谢 这俩颜色不一样吗 这个好像粉一点 那粉的还是红都太丑了吧 那紫的吧 你这个审美就不要说话了 就你的 王爷 自打回了京城之后 咱就天天在戏郊闲过 我知道您在寻找霓裳姑娘 可都多少日子了 连个人影都没看见 依我看 王爷 您先生 我替您找不就得了吗 啊 就你话多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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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你 你 啊 呱 给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姑娘家的制衣铺 一定会生意兴隆 门庭卧视 贺家女儿夏天的出嫁 总想做一套和贺家女儿一样的嫁衣 是啊 贺家女儿出嫁那日我们整个街坊都红供了 陈屏姑娘的好手艺和热心肠 让我们这些平常人家的女儿啊 也能风风风风风的出嫁 一个一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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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说多少回了 每天都要擦 去 拿东西赶紧擦去 快 肖管家 大少爷 您来了 怎么了 没什么事儿 最近生意如何呀 生意还好 不比销售 一如既往 就是成衣那边 最近来店里定制成衣的减少了许多 这是为何 小人已经让伙计打听清楚了 说是西郊有个方式制衣铺 以半价甚至三成的价钱 仿制我们苏氏的成衣 现在不光那些贪便宜的老百姓 跑去他们那儿制作衣裳 就连一些官家小姐 太太 也都成了他们的主顾 岂有此理 咱们家的成衣用量昂贵 制作精良 岂是那些小商户可以繁茂 说的就是啊 可架不住 贪小便宜的人多啊 这不就把咱们的生意抢了一大半 少爷 若此风见着 所有的小铺子都有样学样 那还不把整个行业给带坏了 这位客人 您是来看衣裳的吗 我们家什么样式都有 只要您有图纸 我们保证能给您做得一模一样的 而且价格还很公道呢 这还有男装 剽窃别人家的成衣样式 以廉价布料和粗陋做工来糊弄客人 这就是你们的经营之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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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